哈囉大家好,我是教你 酸痛不求人拒絕當酸民的按摩職人Mr.Ten 你是否有過早晨醒來? 陽光灑在臉上? 當你準備迎接這麼美好的早晨的時候 結果剛下床,腳踏在地板上 立馬感覺到一種椎心刺骨的疼痛 好像踩到土地一樣,每一步都是煎熬啊 如果你有這種狀況的話 那你可能得到了足底筋膜炎 不過不用擔心 今天我要教你12分鐘輕鬆舒緩 足底筋膜炎喔 一般來說呢 有一些簡單的方法可以自我判斷 是否有足底筋膜炎的可能 例如早上下床時,踩的第一步特別痛 尤其是在天氣冷的時候會更常發生 還有痛點在足根或是腳底的中間 以及辦公室久坐後起身 第一步踩地的時候也特別痛 下午時段因為腳已經使用一段時間了 也會比較痛喔 還有走一段時間雖然比較舒緩了 但走遠之後又開始不舒服 當你發現以上的典型的狀況 你符合的越多 那你可能得到足底筋膜炎的可能性就會越高喔 那足底筋膜炎到底是什麼呢? 足底筋膜炎是由三條筋膜所組成的結地組織 分為內側、中間還有外側 一般討論是以最後的中間部分為主 它附著在我們腳底根骨內側 一直延伸到我們五根腳趾頭根部 形成一個扇形的筋膜組織 足底筋膜呢 它扮演著維持足弓、穩定腳踝 並且協助吸陣的角色 而且它就像橡皮筋一樣 它擅長伸展以及收縮 因此在我們平常走路或是跑步的時候 足底筋膜呢 它會不斷地被拉長以及收縮 進而提供我們緩衝以及向前推進的力量喔 既然足底筋膜就像橡皮筋一樣 那大家知道怎樣才能讓橡皮筋壞掉嗎? 好沒有人揮刀沒有關係 很簡單只要讓橡皮筋不斷地被拉扯 以及把它拉到它的極限一段時間之後 或是把它放在旁邊放個幾年 等它脆化沒有彈性的時候 那我們就很容易把橡皮筋把它弄到沒有彈性 從此有裂痕甚至到斷裂的地步喔 所以囉主底筋膜炎 一般而言是因為主底筋膜長期受到過大的壓力 過度的刺激以及過度的使用 造成主底筋膜有比較強的張力 因此在它連接附著的地方 就比較容易腫脹疼痛不舒服 最後變成主底筋膜炎 再加上人體的重量分布在腳跟就佔了60% 所以主底筋膜炎最常發生疼痛的地方就是在腳跟 尤其是腳跟內側與主底筋膜連接的區域 再來就是發生在腳掌中間 不過有時候嚴重的時候 不舒服的感覺甚至會延伸到整個腳掌 但是呢主底筋膜炎它往往只是疼痛發生的爆發點 它並不是原因 主底筋膜它屬於筋膜系統中的其中一環 它並不是獨立存在的喔 我們從圖中可以看見一條七大筋膜線之一的筋膜線 它叫做前背線 而主底筋膜是在前背線由下往上的起點 在這條線中呢 往上還有阿基里斯鍵 小腿後側肌群 大腿後側肌群等等 它們彼此之間緩緩相扣 因此這些筋膜之間就有個很有趣的特性 就是主底筋膜上面這些朋友啊 如果也很緊繃的話 就有可能增加主底筋膜的張力喔 例如拿兩條橡皮筋來示範好了 紅色代表小腿 阿基里斯鍵 黃色代表主底筋膜 當我們小腿很緊的時候會收縮 就會讓黃色的主底筋膜增加張力 最後就有可能引爆主底筋膜炎喔 你們有沒有一種主底筋膜物膠損有的很衰的感覺啊 所以從上面的橡皮筋以及筋膜的概念中 我們大概可以想像得到 哪些人比較容易得到主底筋膜炎 例如跑者舞者運動員 或是短時間內運動訓練強度增加的人 第二種就是長期久站久走的人 例如無程式工作者 外科醫師 護理師 學校老師 貴姐電源 攝影師還有阿兵哥 還有就是小腿過度緊繃的人 以及體重過重造成主底壓力過大的人 還有骨架結構異常 例如扁平足、高公足、骨架歪斜 長短腳導致力學不平衡 還有長期穿高跟鞋、硬體鞋 或是穿沒有足弓支撐鞋款的人 最後就是因為退化的中老年人啊 洋洋傻傻列出這麼多 有沒有覺得大家都有機會的感覺啊 所以囉 這個時候你就要懂得如何自我放鬆舒緩 其實遠離酸痛真的不難 你只要懂得遠離酸痛三部曲 第一個按摩放鬆 第二個拉丁延展 第三個肌力強化 就可以囉 因此待會我們舒緩放鬆的時候啊 畢竟我是按摩師 所以我會以按摩放鬆為主 拉筋延展為輔 以及最後做一點肌力強化作為ending 而我們要準備的工具有 一個按摩球 以及一個按摩滾筒 還有一個枕頭 最後還要準備一個拿來拉筋用的長毛巾 就可以囉 不過啊在操作之前呢 我還是要有三個小丁延讓大家知道一下 第一個就是 我們在按摩舒緩的時候 只要酸不要痛 再來就是我們操作的流程 我們會先避開足底筋膜 先放鬆小腿大腿臀部的部分 最後再回到足底筋膜 因為我們要用筋膜的概念 先間接的舒緩足底筋膜 這樣它才不會受傷喔 那第三個我們按摩的頻率就是 每兩天換每週做一次就可以囉 因為我們每天都要弄到腳嘛 我們真的很難避免 不去增加足底筋膜的張力 所以呢我們不要等到 超越它的使用極限的時候 才去做舒緩放鬆的動作 那準備好了嗎 我們開始囉 一開始我們像平常睡覺一樣正躺 接下來我們先用滾筒按摩左小腿 從後腳跟阿基斯健附近開始 與西渦連線的距離 畫出六個按摩點 將右腳放在左腳上 利用身體的重量 按壓小腿肌的第一個按摩點 並且輕輕的左右撥動 閉上眼睛 感受被按摩的部位 我們按摩時間每個點30秒 在按摩第一個按摩點的時候 有些人可能感覺還好不會痠痠的 但是不要急 第一個按摩點是為了讓身體肌肉 開始適應按壓的感覺 啟動身體意識 讓注意力專注在按摩的感覺上 接下來利用三秒的時間 利用右腳腳掌 將滾筒移到第二個點 我們左右撥動30秒 好 往上換第三個點 有沒有漸漸覺得酸酸的呢 好 往上換第四個點 然後再給你эт筵 再給我滾筏 再給你 officially 再來是第五個點 接下來我們換左腳小腿最後一個點 身體上半部依然保持放鬆 將滾筒放在小腿外側一半的地方 將滾筒與小腿方向垂直 反覆做屈膝伸直的動作 做滾動式按摩持續30秒 接下來維持側躺 雙腳屈膝並把滾筒夾在大腿內側接近膝蓋附近 滾筒垂直於大腿方向 利用屁股的左右晃動做滾動式的按摩 再來將滾筒往上夾在胯下 在大腿上半部做滾動式的按摩 一樣維持30秒 將滾筒先放在一旁 拿起按摩球 維持左邊側躺 將按摩球放在大腿外側接近大轉指附近肌肉按壓 停留不動或微微晃動按壓30秒 記得總共有四個點要依序往下按摩喔 好 把球往下移動一些按壓30秒 quienes能消耗 nah 再把球往下移動 再用一個點 來到腿部最後一個點 按壓30秒 接下來換臀部囉 臀部總共分六個按摩點 手拿著按摩球 我們先做第一個點 屈膝轉腰 將按摩球放在靠近屁股內側上緣的按摩點 將左腳放下 右腳當作支撐 屁股左右微微滑動進行按摩 維持30秒 切記不要將球直接放在骨頭上 要放在肌肉上喔 好 稍微往下移動到第二個按摩點 屁股內側上緣的按摩點 接下来往下移动到坐骨附近 这时候将左腿伸直 然后轻轻地做左右晃动 进而按压到第三个点 我们回到臀部靠外侧上缘的第四个按摩点 左腿回到原本的位置 臀部微微左右晃动按摩 好 往下移动到第五个点 最后将按摩球放在左侧边的屁股 向左做一点侧身 大约45度角 就可以按压臀中肌的肌痛点 这个部位通常很酸 可以借由控制侧身的角度 调整按压的力道哦 接下来要用脚踩按摩球咯 如果觉得按摩球太大 脚底的球可以换成高尔夫球哦 我们将左脚脚掌从内侧到外侧 依序分三个按摩路线 一手扶桌子或椅子 维持身体平衡 将左脚踩到按摩球上 以身体的重心前后移动 带动脚掌在按摩球上前后滚动按摩 一条线我们按摩20秒 我们先按内侧哦 再来是中间那条按摩线 一样20秒 最后是外侧的按摩线 我们按摩20秒 接着我们躺下 要拉筋咯 将脚靠在沙发墙壁或是床边 腿大概30度以上就可以了 我们来压脚背与勾脚背10秒 用拉筋的方式来提升脚踝的活动度哦 接着向外转动脚踝10秒 最后向内转动脚踝10秒 接下来我们要用毛巾来拉筋哦 我们拿着毛巾包在脚掌上半部 双手不出力轻轻拉着 让腿后侧有拉筋紧紧酸酸的感觉 维持30秒 在做这个拉筋的同时 我们可以将腿微微左右晃动 用左右晃动的方式来提升拉筋的感受 最后我们将毛巾放下 我们要用脚趾做张开收紧的运动 持续10秒 这样我们就可以完成这套按摩放松 拉筋延展 肌力强化的运动哦 我们终于做完了哦 大家有比较舒服吗 希望这支影片有帮到你们 啊对了 还有通常做完这套主体筋膜舒缓放松之后呢 有时候会有种酸酸的感觉 这是正常的哦 通常这种酸痛的感觉 应该会随着时间过去而逐渐减轻 酸痛的范围应该会逐渐变小 以及酸痛发生的频率应该也会逐渐变小哦 如果在做的当下或是做完之后呢 你的疼痛感增加 或是疼痛感有比较强烈的话 我建议你就马上停止休息 或者是找专业的医疗人员 面对面的帮你做整体的评估会比较好哦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别忘了订阅 也别忘了打开旁边的小铃铛哦 如果有任何身体酸痛的问题 也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那我知道我会在同整制作影片 如果这支影片对你有帮助的话 也欢迎分享给你有需要的朋友哦 我是按摩职人Mr.Tan 我们下次再见 by bwd6 by bwd6 by bwd6